我们来看 逃亡和躲藏 大黑蛋在圣经里有分 是有众大义的 它分割了两个阶段 一个 那就是两个愤怒 两个逃亡 谁的愤怒 谁的逃亡 我们来看 第一个 逃亡和躲避 你们要看见先是 当以理书我说的 大行毁坏而真的 站在圣地 那是犹太人应当 刚才你读过了 应当他来山上 在房里不要学来 叫你们 我们来从这里好不好 叫你们逃走的时候 不要遇见冬天 不要担心人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起后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学期的 总没有一个得救 只是为了选民 大家讲选民 选民 那日子减少 请问谁是选民 你和我是选民 我们为了我们 严固而减少的 所要减少到多少 七年 大家讲七年 七年 我告诉你 大贤那里七年 要忍耐到底的 第一岸 第二岸 我们看第二个逃亡 第二个逃亡和躲避 这一段逃亡的时候 我们又看见 那北京的地大枕头 之头便跌相毛布 蛮野欲蝗像雪 虹像雪 给我们来看的里 天移挪移 好像初卷被卷起来 山里海岛都被挪移开 为 为帝的君王 臣宰 将军 夫妇 壮士的一切为奴和自主的 藏在山东的岩石穴里 向山河岩石说 倒在我们身上 把我们藏起来 躲避宝座 坐在宝座者的棉木 和羔羊的愤怒 因为他们愤怒的 大家知道了谁能斩折住 这里面我看到 你看到什么 第一个是我们基督徒要逃的 那时候我们要面对大灾难 当耶稣来的时候 全世界的人都逃不了了 因为耶稣要审判世界了 他们躲在这些君王 残宰 捐将军 世界的每一个 各行各业 各个政治的部 那个部门都要逃 然后因为耶稣来了 如果你是第一次逃的人 恭喜你 你必难得救 如果是第二次逃亡的人 第二次逃亡的人 我不知道该怎么讲 就像圣经所讲的 你要哀哭切子 要丢在黑暗里面的 我们来看 天安的事 所以我们再看解释简纳 第一基督的本路 当第一基督出现之后 他本路之前 我们的系列也讲到第一次出现 第一基督出现之后 他有本路 他在大黑暗之前 在耶稣再回来之前 然后第二个本路就是耶稣的本路 OK 然后我们谈到逃亡 进途之前的逃亡 进入了大黑暗之后 罪人就要大逃亡了 所以大黑暗是很重要的 大黑暗将大灾难 和大额可温之子 各开了 大灾难 然后有大黑暗 大黑暗 然后耶稣就来了 我们接着看的全面 我们来看 上帝的福度 The Rock of God OK 因为他们粉末的大日子 到了谁能站得住 你们要爱好 因为耶稣日子临近 这日来到好像毁灭 从全人者来到 所以人手都要软弱 人心都要消祸 他们必惊慌悲痛 愁苦必将他们捉住 他们疼痛好像残难的妇人一样 比彼此荆棘相看 碾如火焰 由而日子临到 必有残忍 粉恨 灭路 辞到这一官娘 从其中除灭罪人 天上众心群树 必不发光 日头一触 就变地暗 月亮也不放光 以赛亚所讲的 最后 刚才一说 一出来的日子就是 愤怒的政治 所以大灾难是神的愤怒吗 我可以告诉你不是 大灾难只是 是谁的愤怒 第一季度的愤怒 要毁灭所有基督徒和于太人 支持灾前提论点的人相信 启示录第五章到十八章 就是大灾难 可是我们看到 刚才我们读的启示录第六章 十二节到十七节 告诉我们说大灾难 神的愤怒 其实大灾难是 第一季度的愤怒 给我们来看